放心做得非常隐意 只要把人交到 钱自然到手了 东西 这什么情况 老家呢 大哥 这群混蛋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找地方睡觉吧 明天还得找工作 我们要先来了 老小 谁啊 就是一个两天没吃饭的熊小 你真是不要命 你真是死 老兄弟 你 大哥 对不起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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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更半夜出来干这个 你快滚 姑娘 你没事吧 姑娘 好热啊 是药效发作 好热啊 好热啊 姑娘 现在没事了 你睡吧 你帮帮我 好热啊 姑娘 你真是药效发作了 没想到师父无意中交给我的技巧 竟然派上用场了 哎呀 这姑娘长得确实挺漂亮啊 哎呀 别看了 还看 她只不过是你救的一个路人而已 哎呀 好了好了 睡觉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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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那样是怎么样 再说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对我做 让这种卑鄙的小说 我都从一个女生 我从此能做小过不过吗 我承认 我就占了那么一点点的便宜 可是你还是好好的呀 好了没有啊 等等 我承认 我昨天晚上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不过那也是情急之下迫不得已嘛 我昨天救你的时候 你被他们下了药 如果你想要什么补偿 我补偿你就是 补偿我 你身体是你受到的伤好 你怎么补偿我 我昨天晚上也不是故意的 虽然吧我是个农村人 但是补偿你 我会尽力想办法让你满意 不用了 今天算我倒霉 以后别让我陷到你 否则我一定会告你 你 初心仪被一个毛头小子就走了 继续翻头 连个女人都抓不住 陆少 本来已经成功了 不知道哪里出来一个毛头小子坏了我们的好事 下去吧 你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有问题啊 拿钱给我 你等我找到工作 我就把这个钱还给你 谁说要你复偿了 把你身上的零钱给我 我手机钱包丢了 我要打车回家 啊 那 那好吧 本来还能活两天 这下倒好 一贫如洗 应聘保镖 站住 什么呢 我是来应聘保镖的 做你这小体格子 连女人都不如 我看你是来偷东西的吧 再说一次 我是来应聘保镖的 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别逼着我和你动手 我帮你就好 谁干嘛动手动起来 我都说了我是来应聘保镖的 如果你再应聘保镖的 客气 不介意的话 我们能聊聊吗 大叔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一会儿我还出去找工作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家月 家人的家 超越的月 这么巧 他一心里 莫非他真是 小兄弟 我姓楚 你可以叫我楚伯伯 我给你一份保镖的工作 你来保护我女儿 怎么样 大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 我楚少风说过的话 从不收回 还有 你们结婚吧 干嘛 别意外 我女儿啊 身材样貌绝对一流 当保镖还可以 结婚 算了 家月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你是我一位 固有 固有 大叔 你是不是知道我身世 你快告诉我 我八岁的时候走丢了 是爷爷受留的 孩子 当年 我得知李兄出世之后 我就一直找你 你先住到我家吧 这个 其实啊 小的时候 你跟我家小女 就能提人了 对了 家月 还有一件事啊 跟你商量一下 也算是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你一下如何呀 楚伯问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义不容辞 就是你刚刚应聘的事情 这萧家跟我出家 是合伙集团 老萧啊 也在找 毛彪 我是这样想的 我跟老萧一起给你开工资 回头呢 我把雅柔 也就是你另外一个雇主 把雅柔接到我家来住 到时候 你一起保护他们 你看怎么样 可以的楚伯伯 老爷 您回来了 家月 这位是管家凤姐 这位是李家月 今后啊 也是这里的主人 你好李先生 今后啊 有家月负责心仪的安全 对了 你去把心仪叫下来 好的老爷 家月 家月啊 这以后就是你的家 别去说 家月 来 快坐快坐 爸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好困 谁来了 爸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好困 谁来了 是你啊 怎么 你们两个认识 这感情是缘分 金鱼啊 家月呢 以后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哎呦 你啊 好好准备准备 你们过两天就结婚 我不同意 我不要他做我的保镖 更不要结婚 爸 你看看他 我俩到底谁保护谁啊 我才不要嫁给这个穿破烂的农米狗 闭上你的狗眼 看怎么看 还有 你不许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 金鱼啊 嗯 你们年轻人感情来得快 啊 这个好好相处是没问题的 再说了 你们两个人是有婚约在身的 婚约 什么婚约 我不知道 我不嫁 要嫁你嫁 主播 既然他不喜欢我 这婚约就算了 婚约的事啊 就就这么定了 过两天就结婚 能够日久生情的 爸 你们好好相处 没问题的 爸 不合适啊 不合适再说 爸 听话 我不要他做我的保镖 更不要结婚 婚约的事啊 就就这么定了 你怎么找到我爸的 就你这样 你想娶我 你死了这条心吗 我就算嫁给乞丐 我也不会嫁给你 要不咱俩试着相处一下 你给我三个月时间 如果三个月之后 你还是讨厌我 我自行离开 好 我就给你三个月时间 不过我要立下字举 免得你说我耍赖 可以 仔细看看 首先 婚后双方不履行 同房义务 离婚后 你要尽身出户 提供八十条 你都得遵守 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 好 接下来 就看你有没有保护好 我的本事了 如果不满意 协议随时取向 好 看你穿的 别给我们暑假丢人 一会儿让管家 带你去买一身衣服 臭流氓 我警告你 一会儿雅柔姐来 你别乱说话 雅柔姐 你终于来了 我想死你了 难道不是想让我帮你处理棘手的文件 你就是我爸爸安排的保镖 是的 以后您的安全 由我来负责 您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三个月试用期 不满辞退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李家月 你只是我们的保镖 不许在公司炫耀我们的关系 还有 除上下班外 不许跟着我们 借你就烦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你现在只是挂着代理总裁的名 没有失去 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 竟然给你这么高的职位 李先生 你好 我是你的专属秘书 我叫何语柔 李先生 这是咱们集团的布局图纸 您看一下 美女 这可是你自己扑上来的 可不关我的事啊 明天 你还是穿运动鞋吧 这个 好像不太适合你 谢谢你救了我 怎么了 是不是扭到了 我帮你看看 坐下 我学过一些 无学话语的手法 能让你正常组 我帮你看看 你穿着丝袜 我看不清伤势 如果我强行按摩 很有可能导致二次损伤 玉柔 你能不能把丝袜脱了 不过 我 我回去图点药匠好了 回去 你怎么回去了 脚都不能走路了 难道找人背你回去啊 我 我脱就是了 那好 我脱就是了 你 你转过去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走去 王总 我求求你 不要开除我 我真的不能 没有这份工作 这次是我的失误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知道你这次失误 你给我死得来多大损是吗 好几十万 按照员工条例 你被开除了 王总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 我答应你 你早这么说不完了吗 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 下了班你就来找我 这件事 我就帮你掩盖下来 下了班你就来找我 这件事我就帮你掩盖下来 你什么你 反悔了吗 我告诉你 你谁 谁让你进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悠然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 我能帮你 臭小子 你敢闯领导办公室 看我不叫王给你轰出去 你这样也可以做领导 王安 赶紧来散咯 这耳光是为林悠然打 这耳光是为了你轻蔑的言论打的 这耳光是为了公司打的 这耳光是为了你好打的 你刚才我忘了 你刚才我忘了 这耳光是为了我打的 我他妈整死你 啊哈哈哈哈 游软小姐 我能请你吃个午饭吗 快跑吧一会保安来了 啊 啊 耶 快跑吧一会保安来了 啊 我虽然整个很帅 但你能不能先放开我呀 这么多人看着你呢 看来 保安是没跟上 你还笑的出来 得罪了他们 他们肯定会找到你开除你 你是这个楼层的工作人员吗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只是路过而已 没想到 听到你们的谈话 还有这样的女生 我只是个普通人工 得罪不起的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 所以 谢谢你 你走吧 来 但是都有解决的办法 自己考虑 照片照片在 尚悔 也许的为你而非 什么事 我还忙 王庆发这个人 你查一下 很多问题的单子 都处在他这里 怎么了 那个混蛋刚上任 就让我调查公司的王庆发 与其像个领导人 最近公司确实有问题 反正我们要调查 那去听他的 查一下呗 臭流氓 要是查不出什么 不要他 你果然还是来了 宝贝 我先去洗个澡 你找什么急啊 先让我稀罕稀罕 我先去洗个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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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用担心 他已经被开除了 刚刚跟你发信息的是我 我叫李佳月 很高兴认识你 小坏蛋 谢谢你 哟小坏蛋 你还害羞了 没想到 你还是个 好了 不逗你了 明天公司见 我 喂 我 你个王八蛋 去哪儿了 你怎么做保镖的 赶紧给我跑过来 有急事 我跟你讲 我认识的那些人 个个就游艇 没事就沙漠越野的 田公子 这位是我男朋友 怎么样 配合我一下 田公子 我男朋友 见不到别的男人 找我吃饭 所以后天我就不去了 没关系 多一个人 多一双筷子的事 就这么定了 回头把地址发给你 你干什么 就这么定了 回头把地址发给你 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条件 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你耍流氓 我只是让你跟我亲密一点 好严的农民工 你现在只是我的挡箭牌 不许跟我身体有任何接触 知道了 他是谁啊 生意上的伙伴 他想约我吃饭 看来是拒绝不了 有人想约你老婆 你怎么办 忍不了啊 那你打他一顿 你却亮 哎算了 看见你就烦 好吧 你有事的话叫我 李总 早上 早上不好意思了 你知不知道 你长得很性感 臭流氓 明天 心仪 不 楚总 可能不是你想的这样 臭流氓 明天 心仪 不 楚总 可能不是你想的这样 明天我和小总有个聚会 你也来吧 李总 我已经出去了 臭流氓 刚上班就调新秘书 你来干什么 心仪 其实事情 不是你想那样的 我 哟 乡下来的土豹子 也学会创秘书 跟哪个弯固子弟学的呀 是看书看的呀 雅 姐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离婚了 这个王八蛋 跟女秘书好上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 我 嘿 别说了 恶心 前一章写得清清楚楚 你不许和别的女人有关系 你违反了 所以 我们离婚了 你是个男人 应该说到做到 太好了 本小姐终于单身了 哎 舒服 解脱了 and I can't go away 楚伯 嘉悦回来了 什么还好吧 站起来 楚伯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原本 我就不该答应 心仪她有自己的想法 这件事情 你还是让我们自己处理吧 也怪我 让你们受委屈了 心仪啊 爸爸没有考虑你的感受啊 对不起 突然失去了家居 笑有光照你而去 模糊了解听你而去 假设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摸过一个孤独的孤独 也看到过纤维的风景 你跌跌撞撞奏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世 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去试着接受你 结果如何轻从偏移 因为我不想骗你 我心里有染 佳悦 我们现在没有协议 只约定三个月 李总 昨天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想到楚总会突然过来 不能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事 别放在心上 对了 你的脚好了吗 完全好了 谢谢你 李总 没事了 出去吧 这心仪这小丫头 心上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陪我和雅柔姐参加个聚会 记住你的职责 明白 一会儿别喝酒了 开车送我们 今天的任务 就是扮演我的男朋友 挡箭牌 懂吗 每次聚会 都有不少人骚扰我和雅柔姐 我们又不好得罪她 作为保镖 你的侄子 懂吗 走吧 路上 孙少 昨天晚上我打麻将 赢了五一四 他们怎么玩着手 路上 两位大小姐啊 你们终于来了 我可是望眼欲穿 这怎么还把司机带上来了 多影响氛围啊 孙少 这眼疾越发严重了 你哪只眼睛看得出来 他是我的司机 我和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丈夫 李家月 嗯 什么 丈夫 兔小姐啊 你的眼光 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没有水平 各位 感谢来参加这场交友会 我们今天呢 不谈金融 不谈合作 大家就全当事放松一下 来 大家干杯 干杯 这样 我先适赔一下 你们继续 楚小姐 既然 你说你有丈夫 那我就不打扰 小小姐 不知 你是否还记得 在下 越南集团孙女 很高兴见到你 他怎么来了 我先适赔一下 你怎么回事 我先适赔一下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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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你说你有丈夫 那我就不打扰 那我就不打扰 小小姐 不知 你是否还记得 小小姐 在下 在下 越南集团孙女 很高兴见到你 她怎么来了 她怎么来了 这位是陆氏集团 少总裁 陆文杰 很久以来 一直骚扰心仪 你小心一点 心仪 李嘉月对吧 我不管你是 从哪冒出来的流浪 但是亲密 离我的心仪远一点 否则别怪我 对你们客气 知道我最讨厌 哪两种人吗 席二公听 一种是没本事 爱装差 另一路 是还喜欢威胁人 这两种 你全占了 很好的 我看你是 请求不说 是吗 跟我动手 你算找对人吗 你算找对人吗 你不要跟我动手 你挖脏到我们的抱抱 和杀一杀的联合打架 我又不惊杀 刚刚我只是动了 何曾动手 就算是动手 我也试着 你 当真以为我不敢动你 几位 今天是场交友会 一某希望大家能给个面子 放下恩怨 一某将感激不尽 向此人给我道歉 我别原谅他的武力言行 这事 就是个困了 你若不出言诽谤 我又何出此言 你父母没有教过你 辱人之人 人横辱之吗 你错在先 让我道歉 很好 我借助你了 李先生 实在抱歉 其实对于这个人 我也深感厌恶 不过李先生要小心 此人不会善把甘休的 很好 我借助你了 李先生 实在抱歉 其实对于这个人 我也深感应 不过李先生要小心 此人不会善把甘休的 感谢相告 刚才冒犯了 李先生如果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找我 这是我的名片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 不 其实都不是故意而为之 这样 李先生 楚小姐 肖小姐 祝你们玩得开心 你先去忙了 李总裁 给我签个字 美女 约吗 不约 你是大理总裁 竟然都不告诉我 怎么 生气了 我不管 我需要会儿 忽然 我不会原谅你 怎么吼啊 吼睡觉 好 哈哈 哈哈 怎么吼啊 吼睡觉 好 哈哈 哈哈 总裁好 我叫林悠然 我还有事 我先就忙了 你是总裁 要维护公司的形象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只是把他当朋友 你准备一下 晚上钱多余 请我们吃饭 好的 女后 丑小姐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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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钱老板 请 今天真是美酒配美女的啊 感谢初小姐能够闪光啊 您破费了 哎呀 小事小事 这位先生在哪高就啊 我 无业游民 不值一提 楚小姐 您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 怎么能找一个 无业游民的小白脸 当男朋友 楚小姐 您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 怎么能找一个 无业游民的小白脸 当男朋友 我喜欢他 好优秀 天 I'm right next to you 欣宴 我 请教我楚总 或者楚欣宴 你要是个男人 就别靠女人吃饭 别花女人的钱 几碗钱是不是 行 离开 二十万 就这二十万 五十万 他很漂亮 一百万 我很爱 三百万 给我滚 多远滚多远 成交 他在这 不过我来验货 查查吧 钱多余就是钱 炒掉 和钱多余就是钱多余 炒掉 不过如此嘛 你喜欢他 他只喜欢钱 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 信守你的承诺 离开他 感谢钱老板 慷慨起来 你什么意思 你玩我 我让你离开他 我已经离开他了 钱老板真是大方 三百万 换个位置 我看那边位置更远 要不 您再加个一两百万 我再欢欢 行 你要么把我的钱 给我吐出来 要么对我跪地求饶 不然的话 我让你后悔 实在抱歉 我这个人呢 只进不出 除了我老婆 谁也从我身体里 拿不走一点东西 我这个人呢 只进不出 除了我老婆 谁也从我身体里 拿不走一点东西 心仪啊 我看这个不错 要不咱们尝尝 行 希望一会儿 你的嘴 现在一样硬 咱再尝尝这个 拿了我的钱 就想走 你们两个几天 谁也别想走 准备好医药费了吗 哎呦 你要识相点 跪地磕头 给我道歉 再把我的三等 还给我 我也考虑考虑 包了你的医药费 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吧 你要是真不想好 自己作死 那就别怪我了 兄弟们 给我废了他 打生半条命 我回去好好找我 撒 那你要真不想好 自己作死 可就别怪我了 兄弟们 我非得他 打生半条命 我回去好好找我 撒 站后边 上啊 你们要干什么 追我做什么 干嘛的 是老子给你们的钱 他把他老子干什么 快放开我 大哥 人家给你抓着了 医药费准备好了吗 我错了 我永远无处 我永远不是台山 你给自己坏 你就把我当个屁 你就放了他了 好不好啊 我错了 我真知道错了 你的小弟们都受伤了 他们的医药费 我等我等 我伤给你好 五百万 你得信守承诺 你得放了我呀 我说过我要放了你 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好惹他 你别他妈气 人太善了你 给他掌嘴一百下 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好惹他 你别他妈气 人太善了你 给他掌嘴一百下 我跟你们寄往不去 什么玩意儿 你做我错了 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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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可以废了你 你信吗 我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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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给我点圣彤吧我知道我知道错了他们的钱我都给过了你看 可是我的女人被吓到了这事怎么办 是啊 我就是那个农民工 你的保镖 你能跟我说说他的事吗 你爱自由胜过爱我 可是我偏偏偏还缠绵胜过洒脱 我们的气候是很美丽的花火 经历了时光却找不了挑递的小火 年儿姐 今天你打扮的真舒服 我们的 你回来了 新衣 新衣 你忘了他怎么对你的 你见他做什么 不要忘了你已经结婚了 亚柔姐我只是去见他一面你别这样好不好 那你带沈佳玉趁这次机会和他肯定关系 不然就当我没你这个妹妹 嗯 看你了我带一个人一起去 可是带一个人过来 别打我 别打我 你们绑了他 少多少钱 就少多少钱 你对了 搞笑 你是个臭 你在外面等我吧 我是你的保镖 不能离开雇主 他们好像来了 你小子要是干屁 明天这里就多一只尸体 浩明哥 你怎么了 新衣 快救救我 这小娘们不错呀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浩明哥 这小子谁让我们钱不还 这事该怎么办呢 他欠你们多少我替他还放了他 你 放开我 你以为你能走 放了你可以 让我们哥俩爽爽爽 嘿嘿嘿嘿 你快救救浩明哥 嘉月你快救救浩明哥 你知道这是个陷阱 还让新衣过来 你还算个男人吗 他们都是进来了 怎么 你 救救我 清楚啊 这别打我 我别打我 李嘉月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快救救浩明哥 我是你的保障 只负责你的安全 别人 我管不了 他是我男人 也是你部主 我命令你 救他 我命令你 救他 说了这么多 你应该了解了 新衣太单纯 被古浩明这个人渣 骗了一次又一次 嘉月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 他是我男人 也是你部主 我命令你 救他 好 我就 但从这个开始 不再生 这小子 要打咱俩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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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啊混蛋 雨不停落下来 花怎么都不开 我的爱像尘埃 残落在别人地带 不再对视期待 难道谁从此无忌惨 你给我滚 我不想看见你 星移 你这是干什么 我打了她的男人 她也不想看见我 我在这儿 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星移 你先冷静一下 好好想想事情的始末 这次你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 为了这种人不知道 是我太冲动了 你是佳月妻子 当她命说古号明是你男朋友 命令佳月救她后还让她滚蛋 你想一想 今天如果不是佳月在 你这一生都回来 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啊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这把老骨头啊 折腾不起了 可能啊 太为难你们了 但是佳月 我希望 你能够继续保护星移 最近 我这眼皮子老跳 似乎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楚伯 你不用过于担忧 这段时间 我会保护好心的 谢谢你了 孩子 那我先去休息 你先坐着 他应该还在照顾他的心上人吧 算了 不属于我的 我何必去强求 我终究会离开 要去寻找线索 为父母 为李家讨个公道 雅柔姐 佳月她怎么还不回来啊 雅柔姐 这个怎么办 如果是我 肯定会离开的 毕竟 雅柔姐 她是不是去收拾东西了 应该不会 我去看看 你没事吧 现在应该没事 但是不要用手碰 雅柔姐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褲小姐 关于保镖这件事 我想起来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真打算离开 我跟褚柔说好了 这段时间不怎么太平 我再等等 我下楼去做饭 一会儿你俩下来 一起吃吧 他说暂时不会离开的 不过你好好跟他道个歉知道吗 嗯 他真的不会离开吗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她的鞋帽 玩到最少 你记得对我笑 没有预兆 坐吧 你真的不会离开了 我还要暂住一段时间 打扰了 对了 他怎么样了 还好吗 他没事 那我们明天去办离婚 对不起 嗯 你们先吃吧 我先上楼了 李家月你这个王八蛋 我就是请家当臣 我也要废了你 你是谁 打扰了我的美名叫 不管你在天涯海角 我都会抹了你的脖子 啊 我在网站上看到您发的消息 啊 有一单需要您帮忙啊 至于用心 你随便开 只要你能够废了些什么的 哪怕双倍我都愿意啊 目标信息请给我 印记五百万 行 好 孟小军 信息给你发过去吧 你看你把卡号发给我 好的 印记我已经收到 两天之内 我给你把衣矿 李家月 给你把衣矿吃饭 厂子还挺胜 周奶奶还真能理想 气势 李大甩手掌柜 这是我最近调查内部的资料 雨柔 你昨天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我把你当姐姐 你却把我当老公 李总胡说八道 我只不过是想聘用你两个小时 当我男朋友而已 你怎么这么突然啊 能跟我说说吗 我从小就在父母的安排下长大 现在就连婚姻大事也要参与 已经拒绝过很多次相亲了 这次实在是躲不过了 雨柔啊 你现在独立了 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跟他见过一次面 他的为人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讨厌他 我感觉他这个人特别虚弯 不笑你 晚上需要我带什么吗 不用 我只是想让他放下来 晚上八点 不许迟到 不然姐姐就要被别人抢走了 知道吗 那当然 我都没有追到手 我能便宜了别人吗 又逗我 搞得人家想而非非 这大城市这东西真贵啊 不过为了雨柔 值得了 你说你个姑娘家家 长得也不差 这大路上这么多男人不拦你 偏偏拦我 虽然我长得很帅吧 但是我是有老婆的人 不认 帅哥 跟我来吗 是我喜欢的类型 从这儿往北 一公里 有个商务会所 那里更需要 这该死的混蛋竟然让我去卖 既然这样 就别怪本大小姐送你上路 我都说了不约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马上下车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最好是选择跟我走 不然我一直耗着你 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得到我 那我就给你一次 不过事先跟你说好 我那个很厉害 不要一次过后 烂上我 小帅哥 你可真好啊 这是要跟姐姐来刺激的梦 请吧 美女 小帅哥 你想怎么玩 我可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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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你真的是杀了 你最好放了我 今天是我试试 但是你别得意 我早晚杀了你 我虽然很讨厌别人威胁我 但是你的威胁 我很喜欢 如果你想报复 看来你是怕了我 咱们走着瞧 我办的有点功夫 看来会得找我姐姐帮忙 这女人到底是谁派来的 惊敌太多 我还真想不出来 算了 还是先回家找心仪 然后再找悠然吧 大哥 楚心仪那臭丫头 太他妈爱装够了 还有李嘉远那小子 下手太他妈狠了 看来我该给他们 楚家点颜色看 待会儿 按计划行事 阿晨 怎么了 你去看一下 老板 你不用下车 我去处理一下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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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街角咖啡厅 不然你爸爸去 星医 怎么了 你去哪儿 嘉玉 他好像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 你干什么去了 放开我 滚 没时间理你 放开我 滚 没时间理你 你 走 放开我 你们是嫌 啊 那不错 他们总是记得去暗日子 可以啊姐姐借我去咱 人家要牵眼里了 什么人 拿这 两杯车两百万 啊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 上次让你侥幸逃跑这次 我让你成为我的手中玩 你要干什么 楚家大小姐很遗憾 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你放开我 放心 你父亲很快就会来 到时你们妇女就可团聚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你们怕楚家复仇吗 上次的事也是你们做的吧 谁知道呢 到时候报纸上只会刊登 楚家妇女双双失踪 誓今下落 没错 上次是让你逃跑 但是这次 你可就没那么好意了 你混蛋了 你原来用这种下三万的手段来支付 我们不是开车吗 我不要说 我们始终者 д业 请大家尽管 I see you 你能幹什麼 追啊 你不開手 走 你有音聲嗎 難道你還會針酒 真的有啊 太好了 你這銀針 不會是用來暗殺我了吧 是的 所以以後你一定要小心點 你這銀針不會是用來暗殺我了嗎 是的 所以以後你一定要小心一點 這次的事情真的謝謝你了 除了殺我 條件你隨便看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亦不容辭 你對我妹妹做了那種事情 你覺得她會放過你嗎 你妹妹 難道你們是雙胞胎 我是問你們的公敵怎麼不一樣啊 你妹妹的事情呢 我只能說句抱歉 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好好跟她說說 畢竟想殺我這件事情啊 商量不得 沒得商量 今天 開在這個姑娘的面子上 我就再請人购 你醒了 老公 你叫我什麼 沒有聽清 你再叫一次啊 我 我剛才胡言亂語的 你知道 像我這樣的美人 冰清玉潔的 你有沒有對我做 壞壞的事嗎 甲緣 我爸他 喂阿辰 楚暴他怎麼樣了 甲緣 我爸他 阿辰 楚暴他怎麼樣了 你查出來是誰做的了嗎 楚老爺已經護送到家了 吳大哀 這次事件查清楚 應該是 陸文青事情 阿辰 我爸他沒事吧 沒事 金儀 這次綁架你的事情 是陸文青做的 他是陸文杰的金哥哥 剛從國外回來 我想以前的事情 也是他們陸家所為 這幫混蛋 我要告他們 現在我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啊 就是告了他們 他也會找人頂替的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你人說沒碰我 我這剛剛不是給你清毒嗎 再說你也知道 我昨天拿的本領 挺厲害的 今天就知道這樣有便宜 不給你拼了 哎呀 好嗎 請啊 我走時輕描淡寫 告訴你我的願望 也給你千言萬語的 喂羽柔 啊 我這邊有點急事 我給你打個三十多個電話 醒了你沒事就好 我掛了 怎麼 我淡無預約會 淡無預約什麼會 我就是幫他一個小 想什麼呢 你別嚇我好不好 本來膽子又小 嚇壞了 你負責我一聲嗎 你昨天和那人聊得怎麼樣 對不起 是我沒擺正自己的位置 以後不會了 我這就辭職 辭職 為什麼辭職 你不是很注重你這份工作嗎 你可以繼續 繼續看你和你的總裁老婆兄愛嗎 楚心怡 她是你的老婆對吧 其實 我剛才就想把這件事情告訴你 哼 李家月 你很了不起 把我耍得團團轉 很好玩是嗎 你這樣算什麼 是要跟我玩出軌的戲碼嗎 對不起 我沒有想那麼多 該說對不起的是我 是我太衝動了 錯把你對我的關心 理解成了愛 仔細想想 我哪有資格啊 我哪有資格啊 你那麼好 謝謝你帶給我那麼多激動和歡喜 祝你幸福 心情是有光影 落入你的眼睛 有你人的水晶 把浪漫放逸 還是從我發給我們指定 穿過黑暗森林去 尋找你 謝謝你給了我那麼多的激動和歡喜 祝你幸福 也祝你幸福 不過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不知何小姐 意想如何 什麼衝動的想法 或許我本身就不是一個專一的 對不起 我接受不了你唇我 還有別人 羽柔 我感覺我自己像個井底之蛙 之前還一直罵你是農民工 現在看來 我才是那個沒有見過失眠的村姑 哪有這麼漂亮的村姑啊 你可是鼎鼎大名的蕭楚集團的總裁 我的老婆 誰是你老婆 你還沒過我失用期呢 對了 那個和你一起救我的女人 是不是很厲害 我能成為像她那樣的人嗎 修很難的 需要自由學起 不過你想那麼多幹嘛呀 有你的男人保護你 夠了呀 我以為了我自己 你又不能一起在我身邊 習慕的過程很漫長 等我找到合適的方法 再說吧 家遠 你會一直陪著我 保護我 保護我對嗎 當然 對了 你的秘書何雨柔 為什麼離職呢 這 我就知道你們的關係不一般 明天我大學聚會 你陪我去吧 當然 我是你的護花使者 誒 大小花來了 大小花來了 楚心怡旁邊是誰啊 這麼帥 不知道 老婆 我真有這麼帥 除心怡旁邊是誰啊 你來了怎麼也不和我說一聲啊 我好叫下人去接你 沒事 不勞煩你了 哎 心怡 你怎麼還帶了一個臭司機來 不勞煩你了 誒 心怡 你怎麼還帶了一個臭司機來啊 我就是喜歡司機 怎麼你有意見 當然有意見啊 你帶他來蹭吃蹭喝的 太拉低檔次了吧 在座的各位 哪個不是混得風生水起的人呢 你還是老樣子呀 勢力小人 我睡 楚心怡 你可別忘了當初皇家支持你的時候 怎麼 你要為了一個臭司機得罪我啊 放開 你放開 再等行心怡一下 我讓你斷手斷腳 好好好 你先放開 你先放開 第一場雪下起的午後 想和你分享感動 卻 折磨 對著花童 怎麼 放下了 我以前的眼光真夠爛的 當初竟然為了他 誰都有做錯事情的時候 不過還是很清晰 因為你看見他肮脏的一面 才看見他醜陋的嘴臉 不至於你 繼續為他受騙 你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看著你的眼光 不責備我 傻的臉孟人都無話可說 你清晰 因為你看見他肮脏的一面 才看見他醜陋的嘴臉 不至於你 繼續為他受騙 你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他只是偷襲 你是正大光明的花心 你是風心的 呵呵 呵呵 季營 你來了 好久不見了 你好 我叫楚心 你 叫楚同學也可以 這位是何宇柔 是我現在的女朋友 楚總 楚總 李總 可命數真是漂亮啊 只不過這看人的眼光呢 你也太差了 顧學長 你女朋友真漂亮 對了 聽說你在大學的時候 把一個學姐肚子搞大 是不是真的 對了 聽說你在大學的時候 把一位學姐肚子搞大 是不是真的 你 你不要在這胡言亂語 你這就是誹謗 我怎麼可能會幹這種事呢 你只要回答我是 或者不是 當然不是 我说你有病嗎 不是就不是 幹嘛這麼激動 難道是怕在楚心亦面前出情啊 嗯 你敢打我 大家快來看一看 我好名打人了 我先走了 女柔 你怎麼走路的 對不起對不起 是我不小心撞了你 對不起就算了 我告訴你 我這是衣服可是很值錢的 現在 她穿不了了 你說 怎麼辦吧 王翔 我都看到了 是你貴意壮的這位女士 你也太過分了吧 過後就多管心事 小姐姐 謝謝你 我來處理吧 嗯 說吧 你請要多少錢 我不要錢 要你 那你陪我 黃少 你隨意 我跟這個女人接觸時間不長 黃少 你隨意 我跟這個賤女人 並沒有什麼關係 您盡興就好 想走 放開我 放開我 我黃少相中的女人可沒那麼容易放水 我你可是副局長 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黃少 裝了您是我的不對 我在這裡給您賠個不是 我 您這衣服多少錢 我賠給你就是了 求求你放過好不好 贏我 那可以啊 放開我 救命啊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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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柔 別喇了 是我 江源 嚇死我了 臭小子 你完沒完 他媽知道我是誰 你是哪裡穿出來的野狗 你是誰 關我氣勢 小野種 不經歷風雲 你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社會的殘酷 什麼叫做 有些人 你惹不起 小野種 你經歷風雲 你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社會的殘酷 什麼叫做 有些人 你惹不起 有些狗 不安分熟悉 大門一開就出來亂咬了 但他們的下場只有一個 那就是死 你 就是下人 狂妄無知的小子 你會為你的後果付出代價的 你準備好嗎 我待會兒就會讓你躺在地上 我放過你 那會很好看的 你 你想幹嘛 难道你父亲没有告诉你 有些人不能碰 难道你父亲没有告诉过你 有些人不能碰 今天是我有眼无珠了 那是我真没有碰的 求你放过我吧 否则皇家不会放过你的 是你承担不了的 真的 威胁我的人多了 区区一个父母 我还知道 李大爷 我求您了 你的人我见到了 我绕着走还不行吗 看到他们 为了这种人 做傻事不值得 两位美女 想报仇吗 想 刚刚她怎么欺负你们 你们就怎么给我打回去 来 打 小姐姐 你别打 打够了吗 打够了 太爽了 滚 给我等这 古学长 再玩一会儿啊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顾学长 顾学长 怎么 不玩一会儿就走吗 不太好吧 我 我这衣服有点脏了 我去洗手间 去处理一下 哎 别着急走啊 李嘉远兄弟 今天这个事情 确实是做的不对 你就看在何以柔的面子上 你就放了我吧 我也没说什么呀 你不说你衣服脏了吗 我看挺干净的呀 要不 帮吧 雨柔 你没事吧 今天在你面前 我丢尽了脸 雨柔 我先走了 嘉远 跟我回家吧 雅柔 跟我走吧 萧叔叔 已经同意我家提出的问题 你先走吧 我撒好了就不过去 雅柔你还犹豫什么 你早晚都是我冯家的人 我为你放尊重点 放开我 好不碰你不碰你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静怡妹妹 几天不见 不认识我这个姐夫了 她没结婚呢 她有什么姐夫呢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保镖 李嘉远 这位是冯薇 冯少 原来 是个保镖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保护雅柔 辛苦了 你好 林先生 李先生是雅柔的保镖 想必 身手不凡了 哪有冯先生力 看来 冯先生是来自某个小世界 就如同你这手机 看样子有些人坐景观天 似乎 并不知道这世界 有多么的与众不谈 我虽坐景观天 但至少还能看几天 有些蛤蟆在井底 井盖都没干上 黑漆漆的一片 狂傲到目中无人 最后 怎么回事 雅柔 你这个保镖 貌似也有两下子 还不错 静怡 我和雅柔就先走了 一周后举行一宿 到时我会派人 接你和楚叔 雅柔姐 没事的 请我和楚不谈的别 娜娜 我让你再做雅柔小姐 我让你再做雅柔小姐 我们冯家做事 你喜欢她吗 这是我的事 你别管 为了你们小姐 而牺牲你自己 你别逼我 我从不逼迫别人 我以前也跟你说过 太过强势 我希望你今天和以前 一样强势 还是别人心中 那个高冷的女神 不被世俗所谓 我是你的宝宝 今天只要你说声不愿意 就算天王老四来 他也带着你 我不觉得你这么死 我有许多家人 让我走 值不值得 我说了算 即便她冯家再有什么 也不能一手折起 你走吧 我愿意跟她去冯家 真的愿意 当然 恰到冯家 对我们宵家来说 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 这件事与你无关 你别走过了 你干嘛 干嘛 这句话问得好 当然是阻止你 嫁给不喜欢的人 我不希望你过得不幸 给我放开 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你已经有了心仪 有了楚家 还有一堆事情等着你 我只会连累你 所以别管我好吗 别试图伤害自己 臭小子 放开我的女人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我动手 我不会让你嫁给这种货色 当然你现在也没有选择 如果你下次再说解雇我这种话 希望你考虑清楚 一堆狗男女 我弄死你 你把 立小 这一切都是误会 这婚我不结了 这个原谅我呀 婚可以不结 但如果你拿着毁婚 来妖系消除集团 别怪我不客气 不会的 不会的 你放心 那就快滚吧 雅如姐 夏月 你 什么呀 雅如姐 夏月 你 你们俩 心仪妹妹 你别误会 我和夏月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是心仪 我就是不想看着雅如受欺负 哦 李夏月 虽然你今天解救了我 但以后不合格 我还会解雇你 你又说解雇我 我 我回屋了 何雨柔 林悠然 现在 就连雅柔姐都变得不正常 李夏月 好手段呀 让所有的女人都围着你 哪儿有 我就是不想看着你们受欺负 花心大萝卜 处处留情 哎 我忍不住你 你 忍不住什么 不管你是赶我 还是打我骂我 我都会很犯贱地告诉你 我赖上你 除非我死 反正谁敢碰你一下 我第一个不放过她 那些甜言蜜语 还是和其他女人说吧 你滚出去 不要 你究竟想怎么样 你已经有了其他的女人 为什么 还来招惹我 我承认 很多时候是我的错 可是我也是在情急之下 迫不得已啊 好 我可以原谅你之前的行为 你要和我保证 以后和他们断绝关系 如果你能保证 你现在想做什么都可以 全部都给你 对不起 我不能保证 但是我也不会离开你了 混蛋 我不想看见你 你走 可是我想看见你啊 不走是吧 不走是吧 你已经有了其他的女人 为什么 还来招惹我 雅如姐 请很早了吧 没多久 那个最近不太太平 我想着 给你们找个女保镖 跟随左右 你俩看 同意吗 好啊 我没问题 那雅如呢 随便 时间不早了 应该上班了 那咱也走吧 长这么漂亮的手 竟然打人太害羞了 你怎么能找到我 想找姐姐太简单了 用有心就可以了 少停了 找姐姐什么事 既然姐姐这么敞亮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找姐姐太简单了 想想请姐姐 就私人保镖 保镖 保镖 保护谁 我老婆 就你上次救的那个女人 出嫁多少 有数就行 看来你对这个女人很用心嘛 但是你的面相出卖了 花心片萝卜 我的花心 同样也给了姐姐 难道姐姐感受不到吗 少废话了 姐姐没时间陪你挑看 即刻上班 请 新衣 雅柔 这是给你们心情的保镖 穆灵语 你们聊 嗯 你好 我叫穆灵语 楚心仪小姐 以后你的安全 由我和李嘉月先生共同负责 我和雅柔姐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这位是雅柔姐 比较冷 冷美人 新衣小姐 我先去了解一下公司的结构布局 嗯 新衣 以后 很多事情都要小心一点 姜月 雅柔姐最近怎么了 她从昨天开始就不开心 你们女人的心思 我哪搞得懂啊 别谦虚了 就算有一百个女人 你都驾驭得了 对了 何宇柔辞职了 我再给你找个秘书吧 新衣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坦白 嗯 其实何宇柔 对我产生了男女之间的感情 我 我也心动了 继续说 新衣 你先别生气啊 其实这件事情 要怪就怪我 是我对她的呵护 让她感觉到了依偎 后来她知道我们在一起 就辞职了 再后来 就遇见了古化民进场 曹强你做的好事 你是个男人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我当然会负责了 只不过你 招风影蝶的流氓 现在知道我好了 我可没原谅你啊 你要是再敢招惹别的女人 我就把你剁碎了喂鱼 新衣最好 花星雨 快去把你的何宇柔找回来上班吧 老婆最好了 能不能不看这些没用的心灵鸡汤 手拿开 我正好看到这个老婆 怎么力挽宽来的几败小赶呢 果然还是原配的好玩 你和她 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人之一 能不能不想那么多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说得好听 你倒是娶我呀 跟你开玩笑的 就这样跟你一辈子 我也愿意 对不起 可能说我去了 楚总 您怎么来了 有事您吩咐一声就行 不用您亲自过来 叫我新衣吧 举佑姐 楚 楚总 我们姐妹有话要说 你先出去吧 那你们聊 我去 你 你老实交代 楚总 那个 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 楚总 对不起 是我勾引佳月的 我不应该再回来的 我 举佑姐 其实你不用离职的 也不用躲着我了 我都知道了 要是那个混蛋对你不好 我会替你教训他的 你 还有 你生我气吗 不 我哪有资格生气 就感觉很对不起你 你们明明已经 这事不怪你 要怪 就怪那个花心大萝卜 对 都怪他 嗯 还有 你真的不生气吗 我很生气 可是有什么办法 只要他认定的事情 就算和我闹翻也会去做 我只是知道 他爱我 就够了 宇柔姐 你 愿意接受我吗 心仪 谢谢你 我一定帮你看好他 不让他继续勾搭 一起吧 今晚 搬到我家去住 人多热闹吗 穿越人海拥抱 你有几个动静 又花了几种心情 月光莫茫 人海 希望与你相遇 陪你看日君 像世界 在国外这么多年 过得还好吗 还好 就是有点想家 这次回来还走吗 哥 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 那可太好了 家月回来了 小云 她就是家月 轩云 你是轩云吗 小云 她不是轩云 她是李兄的儿子 李家月 对不起 我开启动了 小云 家月 坐下了吧 坐 坐 家月 她就是我的妹妹 楚小云 你和信仪一样 叫姑姑就行 姑姑好 不好意思 刚才失态了 你和薛宇哥 长得太像了 小云 一只没告诉你 你姑姑和你爸爸 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你爸爸的离世 对他打击很大 孩子 我和哥哥找了你好多年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都过去了 姑姑 能见到你 我很高兴 轩宇哥非常优秀 单手起家 楚家和你的父亲 有着浓厚的交情 轩宇哥不准一次 帮着楚家度过危机 所以哥哥就把嫂子 腹中的太儿 与你定下了亲事 李兄啊 文人正直 而且还是商业器材 可惜啊 为贱人所害啊 我一定会查出 事情的真相 我们楚家 查这么多年 这陆家跟钱家 协议最大 但就是 找不到证据 找不到证据的原因 是因为楚伯 你走的都是正规渠道 像这样的线索 他们早都清理干净 老说 你想从地下 身一插旗 这只是一方面 真正的敌人 都藏在暗处 远不止商业的敌人 这么进来 我 我已经做好了打算 贾跃 你想过后果吗 我不希望 你再遇到什么危险了 这件事情 我考虑清楚 即便是楚伤 也是一击毕生 不过 我父母他们 这件事的确计巧 如果猜得没错 应该是岸上 不过 当年你父母 硬核失守 无人知晓 现场 只留下两句 烧焦了 无法辩论的遗体 后来 通过现场 引游的血迹 还有一体上 配搭的手势 经法医坚定 这一男一女 就是你的 答应姑姑 你要好好活着 我们楚家 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你 谢谢姑姑 谢谢楚伯 我一定会保护好心意的 你不用感谢我们 如果当时没有 轩宇哥的援救 我们楚家 早就美了 雅若姐 你帮我先看一下她 我去找医生 小混蛋 你怎么还不起来 别吓我好不好 看见你这样 我的心好难伤 好香 你 你别误会 我只是看到 你也没有如是 是什么样的 你也别误会 我身体好热 你身体好凉 你能帮我讲讲温暖 谁尽全成人有 你一心模样 芯姨 你觉得他们 想那么多干嘛 早晚要睡在一起 提前习惯吗 芯姨 你觉得他们很正常 你就不生气啊 我太了解 芯姨 我相信她是不会做抢我男人的事的 不过 我给他们下药怎么样 下药 芯姨 你别冲动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仔细想想 我们这么多人在 他们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 越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越纯津 那可不行 他们不能纯津 我一定要给他们下药 我要和芯姨 芯姨 你别冲动 你可不要做傻事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真的喜欢芯柔姐 我们约好 一直在一起的 那这 跟你下药有什么关系啊 便宜的人渣了 可是没办法 芯柔姐 要嫁人 可是我不想让她嫁人 如果家月 把她睡了 这样就没有人敢要她了 啊 芯柔姐肯定是喜欢家月的 像她那样高冷 又不喜欢男人 就算知道了 肯定也不会承认 像她那样冷傲的孔雀 一定要有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 想想都有趣 你确定你真的能接纳她 嗯 可是万一小芽柔 她不是你想的这样 到时候 她可是会伤心的 嗯 对 谢谢您提醒 差点就冲动了 gegeben 糅 bing 印象 鱿 一 垂 意 快就快就快啥 快phone lui 大哥 你還有什麼好辦法救出啊 這個小子太難撐了 兩次都壞了我們的好事 大哥 李家院的小子我查清楚了 他爸竟然是李轩宇 李轩宇 是爸爸灭门的李家 有点烧 爸爸都有所有关系才把这件事压下去 千万不能做到风声 爸爸灭了他的老子 我们灭了他的儿子 有意思 有意思 我今天弄死你 今天弄死你 别过来 李小月 今天你奉我一条生路 我会把我们陆家的产业拿到一份 送给你 家的天不感兴趣 当年发生了什么 家为什么会灭门 家做了什么 你不知道了 原来你对你爹的所作所为 都那么了解 有种 有种你杀了我 别找我爹了 你以为我不敢呢 快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告诉你吗 我骂 你家 我该 我自大 我给人留后路 死得好 这一位特殊办法 你 你 你这干什么 啊 啊 現在說 你爹 做了什麼 我爹 忘了 你家 三名 年輕女士 你的目光了藥 作弄致死 最后 我剛才 扔到了荒家眼外 你家的涅門慘暗 你還做什麼 我爹 不用了殺手 殺死 把你家所有 千萬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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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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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徹底鎮出 我的皇家的城 我爹 這次顧了殺手 都無功而返 然後 通過了 地下室里 聽到了頂尖殺手出面 把你瘋我燒了 只剩虎會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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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 你醒醒了 不是 啊 啊 佳儀醒了 你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還行老爭爺 爹爺 爹爺 多虧你了 我們這是幹什麼的 臂屎 疼疼疼死了 不想說不吉利的話 請問一下 要你們幾個超女人 真好 啊 啊 雅柔姐 你怎麼了 雅柔姐 不會是懷孕了吧 原來是這樣 怪不得最近一直噁心頭痛沒有胃口 這麼大的事居然不告訴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會放棄這個生命的 我就是不要理也要把它生下來 瞧你緊張的 香聲救生呗 只要是見面子 你給別人生我還不樂意呢 李家月恭喜你要當爹了 雅柔姐懷孕了 請問一下 小小小他 你會在家裡 你怎麼說 你說得很可憐 其實我答應 吧 你怎麼回想